卓西乡公所办理各部落社区发展协会评鉴 卓西共有8个协会参加有6个 今年的优等分别有股丰社区 卓青社区以及太平社区 最后由卓青社区代表卓青乡参选花莲县的社区评鉴 而是乡公所办理各部落社区发展协会评鉴 卓西乡总共有8个社区发展协会 参加的有6个社区发展协会 今年优等分别有股丰社区发展协会 卓青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太平社区发展协会 因为我们每年做这样的工作 就是说就是要了解你们实际的运作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还要了解说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公所应该要怎么切入怎么样协助你们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你们 到底在执行过程缺什么 或者说需要哪一方面的资源 或者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公所的力量 去向外面争取或者是协助的 因为我们一直希望这个这个协会的一个运作是很薄弱的 这次评审委员邀请到了万荣社区发展协会的总监室 并营庄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希望借由得奖无数的社区来分享经验 这个是说就是断炒前才会开办的课程 是每天断炒前的一个礼拜 那我们的地点是在我们的昨日长老教会的二楼 卓青社区发展协会也交由返乡年轻的人来管理 不仅部落有多处闲置空间被活化云用 并且也将部落的农业产结合了观光 让大家更加认识卓青部落 这次将由卓青社区发展协会代表卓西乡 参加花莲县的社区品鉴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